今天教大家煮的黃瓜二米湯 材料有老黃瓜和二米 老黃瓜起囊切塊 我之前的片集也說過 夏天是一個多濕又燃熱的季節 所以我們煮的湯水都需要去消暑去濕 而老黃瓜在中醫的角度 是具有去濕的作用的 而且老黃瓜是有清熱解毒的功效 利濕 是適合一些實熱的人士去用的 那這種湯是偏涼一點 適合一些因為夏天感覺到不舒服 感覺到失氣很重 或者之前我跟大家說過 就是關於因為濕而起風冷的人去喝的 而二米本身大家都應該知道是去濕 那這個是非常簡單的冷人湯 我這條黃瓜只是普通街市買的 大約$38元左右 而二米是$8元一包而已 因為我這條黃瓜是比較涼的 所以肥胃虛寒的人不適合 因為肥胃虛寒的人會因為太涼 就容易輻射和肚餓 如果大家都想我再之後再介紹多點湯水 都可以沾給我 其實本身這個湯都適合濕疹的患者 或者因為夏天的濕 容易生癢 那些人的人去喝 因為始終這個湯都是去濕 那有些朋友他們都會去煮這個滷黃瓜湯 這個滷黃瓜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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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們就是我到街市買的二米 然後我就很懶 用了這個破壁機 只需要把材料放入破壁機 然後再按功能模式 濃湯模式 這樣就可以喝了 但這個湯始終很淡 大家可以加點鹽 用小米來切開 然後尾片 把沙刀的內餐都不會放下 把水煮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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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現在可以做的事 再等就可以了 這樣就完成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